歡迎收看小老婆CG車資訊網 我是大盲星哥 那今天我們來到車行 因為我又買車了 很簡單 因為光陽之前出了一台車 叫做RCS MOTO 那大家騎過的人都覺得說 這台車的動力好像有比較強 整體來說是有改變 不是只有外型而已 引擎不一樣 那既然這樣子 我怎麼知道 它到底有沒有改變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買一台車 來測測看 那我們今天選在一個 大家非常熟悉的YAMAHA的奇怪車行 它不只YAMAHA車賣得不錯 改得不錯 這樣的車賣得也不錯 現在它也可以賣光陽的車 毛毛老師 大家好 來喔 我幫毛毛 今天又來到了我們家 來做奇怪的這個特殊的開箱 是 根據這個現辦的指數 這車是11月份才在交 那我們就拿到了 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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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之前我同事去騎的 去力保騎的 可能是媒體車 可能是試坐車 那我們自己買一台市售車 好不好就很清楚了 你這樣壓力很大 所以待會我們直接 就是加油 然後上馬力機 等一下這個車打開鑰匙 零公里 零 零公里 零公里 油都還沒加 你剛剛說直接要給它 射馬力啊 不是 零公里不能射馬力嗎 可以 原廠出場就有射馬力機 對啊 所以是OK的吧 我們玩的就是一個真實 所以這一台車待會就直接上去 那我們先來加油 然後看一下那個 置物箱 還有你的證件都還在裡面 證件買的價錢交車 還有發票 發票 交車資料 超夢 這安全帽好像 星星星星 還不錯啦 置物箱很大 不然先放著 然後那個 到時候我們影片結束之後再 抽獎給網友 好不好 光陽的安全帽喔 好 那就拜託馬馬老師 幫我們上馬力機 好的 看到底幾批 然後如果你們想看這台車 要跟誰PK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硬好硬 來 丟起來加油 所以我們先幫光陽加油就對了 沒錯 0公里測這樣應該最準吧 超硬 而且剛剛胎壓我確認過了 對 你來親自打 就是 胎壓表就是 它的 預定胎壓前面是1.75 後面是2.25 我們剛剛都確認過是這個數值 超硬 好 老馬老師 我們的全新 RCSMOTO 150 TCS版 最貴那個版本 0公里上馬力機 我第一次碰到這麼狂的客人 買車 第一件事情不是出去騎 事實上馬力機 7000兩 我就想知道 是是是 結果怎麼樣嘛 那個剛剛激烈完之後呢 呈現出一個驚人的答案 是 紅色這個部分 11.33p 11.33p 看起來有沒有 嗯 還蠻不錯的啊 對 但是他們官方的宣傳是說 嗯 這台是氣冷最大馬力 比之前的表現還要好 他說 軸上有14p 欸 那 如果 跟之前的比起來的話呢 以你是車主的角度來講 有沒有 我們現在幫你找出一台 2018年全原廠的軸輸出 那上面有時間 來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幫你點出來 五年前 五年前 這邊有時間喔 2018年的11月26號的時候呢 來我們店裡面量測 那為了讓大家觀看比較方便 我們先把扭力的部分關起來 就呈現出馬力 紅色是你現在的車 藍色是五年前的雷霆S 我現在的車是11.33p 是 五年前的是 藍色這一輛 11.53p 是 現在馬力比較小 欸 那時候是五期嗎 欸是 所以現在七期 是 所以馬力變小了 應該要這樣講 這個車因為現在還是全新的 所以可能需要稍微再磨合一下 因為這個大魔王就很有經驗 對 我們磨合完之後馬力會怎樣 變大一點點 對 那可能就可以比較接近於這個 2018年的雷霆S150 所以是說 這台車磨合完之後 應該會跟2018年的差不多 欸 目前 看起來 藍色線 好像 在紅色線上面的時間 比較多一些 謝謝 OK 但是我們就是想說 這個應該是 全新的氣缸有沒有 需要大磨合 一點點時間 磨合 呃 這樣可是 我有一個問題 是請說 呃 這樣的意思是不是說 這兩台車 五期跟七期的表現是差不多的 欸 可以這樣說嗎 哈哈 我們可以這樣說嗎 目前數據上看起來是 是差不多 因為我們這個是軸輸出量測 而且後輪的量測方式 在當年跟現在是一模一樣 嗯哼 然後傳動筆也是1比1 可是我們記得 有時候 比如說人家都說環保 所以馬力會變小 但是我們有看過 七期馬力比六期大的 有這種事情 請問是哪一家的 是 某台150CC級距 賣很好的一台車 三個字了 第一個字是D開頭 第三個字是G G結尾 DXG 你說是DXG 它的七期比這個 六期馬力大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那個部分可能就是 各廠之間在壓榨的過程 那那一期其實 如果有在看這個 大魔王頻道的小夥伴 就會發現 三陽在七期的部分 做了一個很巧妙的色變 他把這個叫做 節流法本體 嗯 變大 變大了 那這一個的節流法是 應該是有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 節流法的大小 馬上拆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拆開這個之後呢 是 所以這個節流法 哎呀 看起來很熟悉耶 對 這個部分 可能 很像齁 很像 對啊 所以這個是金兵對不對 對 這是金兵六代的 那不就跟 呃 DXG 是一樣的 這個進氣功能槍也是一樣的 嘿嘿嘿嘿 自進 自進 也有進氣功能槍 所以你說 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部分好像有調整對不對 對對 原來舊的版本 這邊是平的 那新的話 增加了這個 電容積 容積這樣增加 絕對對扭力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了解 所以其實看起來 它也是 因為TCS的關係 用上了金兵六代的節流法 是 尺寸看起來 跟DRG也是一樣的 是 好 那既然這樣我們就可以來 討論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來 請說 這樣子 大家會比較想看 這台車 跟 銅牌器量的DRG 比一比 還是 跟 價錢差不多的 借車的SL125 比一比呢 好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的交測日日就到這邊 我是大門王Sing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到時候我們影片結束之後 再抽獎 抽獎給網友 好不好 光陽的安全帽喔 好 好 謝謝